大家好,今天用一個很沉重的心情 說一說今天發生的事情 今天在灣仔地院有一個元朗721案件審結 判了幾位人士的暴動罪名成立 身邊有一位Crystal,她今天去過庭陪過朋友 但我又看到她剛才被蘋果仔抹黑 Crystal可不可以介紹一下自己 大家好,今天就是陪朋友上庭 想給一些力量 但想不到我們出來之後,我又被人做了世界 這是我留資料不及的 不過這個也是蘋果仔的難得心 怎樣做你的世界? 我們下來庭陪站之後 我們本身見到一排的記者和一班人已經開機等我們 我就打算我們走後面門口 後面門口已經鎖了 我們走正門的側門 在過程中見到那班記者 就移動到那裏 那裏有一條花槽 我們沒有辦法 第一條路一定要走 走的過程中 整班人夾我們 就問你們被判完之後是否活該 你們覺得你們有沒有後悔 落者下者 沒錯 我們真的有沒有帶傘 又沒有帶帽 什麼都沒有 坦然走出來 整班人夾我們 兩邊 其實我都害怕 那我什麼都沒有 因為剛才我下來 按電梯 我們都想洗洗手 那順便洗洗手 我沒有東西 你再來我都不知道怎麼辦 難道你打又打我 是不是 我都害怕的 我都被人打過 打到頭破血流 是的 所以我就拿水 想想想 任何東西都有個子 有個度 我期望他們都有個子 停止 沒錯 在這個過程中 又被人造世界 又被人造世界 還要說那個記者的裙子 被人淋濕了 我真的要整支水潑它 才會有這樣的效果 即是又作大 沒錯 真是厲害 蘋果日報 昨天都停了牌 我昨天都喝了蘋果汁 但是他們死不斷氣 仍然是抹黑 這件事都算了 即是在庭外面 想問回Crystal 你今天是 因為我們說白衣人 是很敏感的 因為今天判了罪之後 就未能判刑 所以我們是不適合 這件案 不過我想說 白衣人這三個字 哪個人都不敢碰 甚至何君堯 還要握過一次手 很嚴重 墳頭都被人毀壞了 你想想山墳都被人弄了 所以白衣人是沒有人敢說 沒錯 很敏感 很敏感 但這兩年 因為我們的朋友 他們都是家屬 其實這兩年 他們都很慘 他們承受的壓力是很大 有些甚至經驗了幾十年的生意 都沒有了 我就可以深思一下 究竟白衣人是什麼人 白衣人就是元朗的人 沒錯 我在這裡重申 就是 誰說 警鄉黑勾結的 我們就被全世界一聽到白衣人就說 警鄉黑勾結 我在這裡重申 警方有犯黑組 有O記 我呢 就想跟大家說 我們和黑社會是勢不兩立的 有黑社會的罪案就是警察去抓他 這個就澄清多次 但是你不可以給反對派那些黃媒黑記 就做一些抹黑的活動 就是在721穿白色衣服的人就是黑社會 如果是他們有心犯案的就 凹頭凹腳全部變黑衣人 就是有心來打你 其實那件事呢 黑衣人就是林卓廷 你看到白衣人和黑衣人的衝突就是源於 於是在721之前一個星期黃之鋒 黃之鋒就去踩場被人趕走 淋水 接著他們就說要去元朗覆卓 那Crystal記不記得當時發生什麼事 在將發生721的時候 他們不是說要去拆人墳頭嗎 是啊 他們去拆人墳頭 就有光復元朗 當時都去到元朗那裡 都封了 記不記得 如果大家記得的話 就有個婆婆走出來阻止 但是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對721的那個認知 都很敏感 因為我記得那時候 林卓廷就在金鐘衝過去 那天其實我們很記得 但是剛才你說婆婆 那個婆婆就叫年青人走 不要再在這裡衝擊了 是幫警察的 誰不知就被那些黃媒 反過來就說 這個婆婆不讓警察傷害年青人 他們真的很厲害 是 再說未去到這麼快的時候 因為我們做地產 當時又流行一句口號 就是說 元朗是香港人最想住的地方 為什麼呢 因為18區已經被他們摧毀了 沒錯 是欠元朗未供進去的 所以他們就說要光復元朗 對手榴彈的物體 就去別人的遲堂 全燒火 然後發生什麼事呢 發生就是在721 元朗人就知道他們721會進來 因為他們在網上大肆宣傳 然後元朗人就說 我們要保衛家園 因為那時候在英國殖民地的時候 英國政府的時候 其實在鴉片戰爭之前 其實他們那些圍村的人 都對抗一些英兵的 那時候那個東江中隊 沒錯 其實他們一向是有這一套東西 就是保家衛國的 植入了的意念 在思想那裡 要保衛家園 沒錯 然後黃之鋒他們就說 要殺進來 拆他祖墳 他們在721前一天 我看報紙 他們穿了白色衣服 誰人敢進來 誰人敢進來元朗 就是藤條蚊豬肉 加發事後 然後這件事 我們在6月30日 撐警那天 石鏡泉都說過 藤條蚊豬肉 都落台了 石鏡泉 接著到721 他們真的殺進來 那些白衣人 為了辨別自己是元朗人 就穿了白衣 然後拿著藤鳥 各個拍攝時髮 拍照 因為他們估計不到 想不到他會真的進來 誰人敢進來 藤條蚊豬肉 誰不知 林卓廷大人在金鐘 破壞後 就殺進來元朗 一殺人 兩方在打 他們又用消防喉 滅火桶 接著 跟元朗穿白色衣服的人 就打了 接著就抹黑到 白衣人是撒旦 沒有人夠膽 就是絕世大魔頭 然後整個故事就發展到 現在就有八位人士 其中有大部分 入罪暴動 但是沒有拘捕過黑衣人 一個都沒有 我們要尋思一下 為什麼在這件事上 721定性暴動之後 沒有拘捕過黑衣人 而黑衣人是戴了口罩面罩 他擺明去打劫銀行 去腦袋 他就要不要被人認養 做了這些裝備 反而白衣人是毫無防備 全部就是被你見了樣子 接著就被你們拉了去暴動 而黑衣人就沒有拉過一件 因為他們是保護家庭 白家園 他們是頂天立地的 這樣為什麼要有危心 他都不知道那天會暴動 最多打架 打架就是坐幾個月牢 但是這次是定性為一個暴動罪 因為暴動罪是一個很大件事 分分鐘坐六七年都不出奇 但是有一樣東西來講 我們不講案件 我們不講案件 但是這件事上 作為一個香港人 我真的突然質疑法律 為什麼呢 我在家裡有人來侵犯我 要你們來搞我的時候 還拆時堂 還拆墳頭 保護我自己 我還要被人告 這是什麼法例 我真的想像不到 721這件案件 要沉思一下 為什麼那些黃媒港獨 可以抹黑到 整個元朗都是黑社會 警察也是黑社會 因為當初我跟日本有個朋友 他以前是正常人 但一有這個721之後 他就變了 當時721令到整件事件扭轉了 他一說721就說是黑社會 警察 警察就是黑社會 不斷抹黑警察是黑社會 我在這裡重申 誰是黑社會的 警察跟他勢不兩合 沒錯 但我想告訴大家 這件事值得沉思 就是黑衣人戴了口罩 黑衣人一個都抓不到 黑衣人有曬片 有滅火筒 有水喉噴 有林卓廷主動挑釁 他就2023年了 但是大部分的白衣人 都是說保家衛國 但是問題是 你打人就不對 打人你就叫他吐鬥 但是這件事上面 我覺得很慘 就是別人去你家 說拆你墳頭 說要搞你子女 那你走出來 可能經過家 或者守住門口 不讓人進去 你就有事 你就有報道 這件事我覺得是沉思 還有我覺得 白衣人的家屬 是很值得同情的 其實這群真是苦主 他們家裡的小朋友 都是讀小學 有些長輩 90歲 剛才有一位70多歲的家屬 當見到他兒子被判 他都哭了 他說我都70多80歲 最高的90歲 我都不知道有沒有命 等他出來 這番話令到我真是 很心痛他們 真的不知道怎樣 有時候 說真的 說不到了 我經常想說 就是作為一個法庭 你不能夠 你不能夠因為你的政見 因為你的顏色 去左右了你的判決 入罪還是不入罪 還有不能夠左右了你的判決 當他入罪的時候 你在刑期那裡 要置諸他死地 沒錯 現在我們香港的法律已經看得很清楚 如果 你聽著我 如果 不是說這宗案 如果法官是有政治的取向 還有顏色的區分 他就會作出一個不公平的裁決 以往已經有這些例子發生 太多了 如果他判了他是有罪 再加上顏色和他政見的左右 他可能會判這個人坐很多年監 我之前都說過我在新加坡 受到一個反對派的陷害 因為中國領事館他過來想了解一下我 有沒有犯罪 如果我殺人放火強姦 他都幫不了我 但如果我是亂拋垃圾 是亂拋垃圾 那你沒理由抓我去坐牢 那你最多是罰錢而已 亂拋垃圾 其實我就想說 就是希望香港 各位的朋友深思一下 為什麼 住在元朗的居民 被人侵犯 然後作出反抗 然後變成暴動 然後就坐幾年監 那麼這個社會是否有事呢 那些年輕人去襲警 去拿汽油彈 扔人家的宿舍 是判社會服務令 去打警察 奪命剪刀腳去踢警察 又是判幾個月 你說打警察大罪 還是你家被人入侵 然後還手打架大罪 我覺得大家應該要深思一下 這個世界還有沒有黃色的 是否有天理呢 為什麼有些很罪大 惡極的罪名 被那些黃友變成了沒有事 而正常人 就被他 就好像要煮死你這樣 一定要置諸你的死地 然後他們就心涼了 我們這個社會 是不是要這麼撕裂呢 現在已經有了國家安全法了 我希望最後在節目裡 和Crystal給一兩個祝福的說話 給一些受害人的家屬 那些家屬 真的很慘 真的很慘 我期望公平公正 那些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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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承擔有幾大的壓力 經濟的壓力 情緒的壓力 以及如何面對家人 他們的小朋友 他們的長輩 這件事我期望大家 真的可以給一些什麼支持他們 還有我期望在法律上 大家真是公平而公正 沒有顏色 沒有政治色彩 而給一個應該的財配 我覺得公平些 我覺得香港這個紀念 好像等下病得很厲害 這個良知正義好像突然沒有了 令到我都很難過 最後大家深思一下 希望各位朋友 其實這件事的始創勇者 是誰人 究竟這件事誰是挑起的起因 大家自己想好嗎 我們今天就做到這裡 真的有點沉重 謝謝 拜拜 在善緣 善人得到高雅溫馨 有尊嚴的善代 感恩 終身美麗 生生不息 生生不息 善緣